哈囉 我們來介紹 最 痾 之後要拍開箱的 然後 有三碗是沒吃過的 我算泡麵達人 這一碗 這碗很早以前 我就拍過了 那時候也是新上市的時候 我就是第一次吃的 很好吃還比那個 昏的泡麵還好吃 真的味道很夠很重 真的 然後最近他 又出了一個 乾麵的版本 就是乾麵的版本 好不好吃等一下再 就會拍了 等下再吃這一碗 乾麵碗有料的這比較貴 這個我就沒吃過了 剛好就是有特價 全家有特價 我才會去買 這兩碗 在加樂福跟全林 好像沒有看到吧 全林我不知道 OK 接下來會拍的 泡麵器大致當當 你看這兩碗都比較便宜 這個是有料的時候會比較貴 大致像這樣子 OK轉過來 好不好這碗很好吃齁 這碗真的是 不像素食的 第一次吃蠻經驗的 那只有好幾年 我熱門影片就是這個 然後因為我吃了很多泡麵 所以有人說 講什麼什麼業配 其實沒有了吧 喜歡吃泡麵 泡麵其實現在有些很貴 像之前開箱吃那個 金門高坑的 跟那個 泡麵就泡麵的味道 怎麼會跟實際吃的味道是一樣 有些人說我貝德陽青說什麼話 就把那個 刪掉 一定會有人講說 有時候太毒辣 就把那個留言關掉 讓你不能留言 按倒站 對啊 怎麼泡 泡麵的定義是說 晚上當宵夜 不能把它當正餐 沒人 你三更半夜 在台灣可能還比較 每三更半夜有宵夜吃 在金門怎麼三更半夜 會有宵夜吃 對吧 那你正常 正常三餐吃完 晚上肚子餓吃個泡麵 對 是這樣子的用意 不是把泡麵 拿來跟平常的牛肉麵比 是不是 哇 三更半夜怎麼會有 店價會開 台灣有可能有啦 好 在很多偏僻地方怎麼會有呢 你要跑去外面買 有些人在台灣 如果現在就賣牛肉麵 什麼宵夜 你就去吃就好了 是不是 就不能把 把說啊 這一碗多少錢 然後我裡面去吃什麼 這那個 要看方不方便 在偏僻地方 宵夜就是泡麵 OK 大致上這樣子 所以也是方便 泡麵口味就是泡麵口味 絕對不會是像那個 那個你外面吃的那種感覺 老婆對不對 嗯 麵的話就差很多了 啊 所以 泡麵定義是這樣子 OK 那接下來我就會 拍啦 就 照我的 我吃 這麼多年的泡麵 來講 說哪一款 還不錯 通常應該這種都不會太差啦 大致上這樣子 OK 好啦 那最後喜歡影片歡迎訂閱我們喔 拜拜再見 OK 好啦 到時候就 先吃這一碗啦 OK 好啦 拜拜再見